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 题目就叫呢,我朋友在多伦多打孩子的悲惨经历 在中国呢,如果打一个孩子好像是很正常的 我不知道现在正常不正常了 反正呢,当年我们那时候呢,有说是哪个家长把孩子打了 说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在这呢,我那个朋友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男孩,挺讨皮的 每天回来回家以后呢,就打游戏机,不做作业 那天呢,问他这个做不做作业 他就说没做,然后呢,就继续打游戏机 哎,我这个朋友就很生气 就上去就没想太多,就打了他一巴掌 嗯,没想到呢,这孩子什么话没说 跑到公营电话亭就打了个911报警了 说他爸打他了 哎,警察也不含糊 接到这个孩子的报警电话以后呢 立即把把这个我的朋友给逮捕了 嗯,跑到警察局里就蹲了一宿 嗯,正面的像,侧面的像,拿着牌子的像 也没收费,反正就造了个狗 嗯,然后呢,给放回来了 放回来以后呢,每个月到要警察局去报到去 嗯,而且呢,他这个入籍时呢 还比他的家人晚了一年 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呢 我想告诉大家,如果要在多伦多打孩子的话呢 希望三色后行 嗯,不要打出什么疲劳来 嗯,考虑再三 好,今天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